7月18日由某杂志主办的时尚盛典在上海隆重举行 红地毯上也刮起了一股白色旋风 因而陈子涵、袁珊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简单的白色礼服 就连韩国知名艺人李真贤也同样挑选了一身优雅的白色长裙 显得十分飘逸 周冬雨的复古花裙子、许如云的绿色长裙 易能静的露肩黄色裙装 晴蓝的黑色亮片长裙都成为了红地毯上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要说性感,那非以下几位莫属了 妮妮的大露乡间,女神范儿十足 而一向宽幻的女神 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仔细看,其实后背更是大有乾坤 生完孩子之后,李小璐的尚围依旧丰满 随着大幅度的动作 美胸也是若隐若现 随后,李小璐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有走光的危险 拍照时都是小心翼翼的转圈 作为整场红地毯的压轴 不得不说高圆圆是气场十足 简单的中分长发现得十分干练 而简洁的贴身套装也是展现了高圆圆完美的曲线 要说红地毯上最令人羡慕的组合 那绝对是中国好闺蜜杨蜜和唐嫣了 唐嫣的一席花裙子搭配杨蜜的一身简单黑色礼服 正好两人是一柔一刚,相得一张 最近由杨蜜主演的《小时代一》正在热映当中 《小时代二》也即将趁热打铁上映 对于被批《小时代一》太过于物质主义 主演杨蜜也是虚心接受批评 并称《小时代二》不会相应做出改变 其实一直以来《小时代》相应以后 也得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意见 无论是好的与不好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团队是年轻人嘛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意见 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宝贵的 第二部的内容会不会做一些调整 第二部的内容因为我们两部是一起拍的 已经拍好了,然后都剪好了 可能不会因为大家的一些声音而做调整 但是第二部的基调可能会稍微灰暗一些 男明星们虽然只是红毯上的绿叶 但依旧颇有用心 王毅达随性的装扮显得我行我素 而郭晓东和胡雪化大夏天 也都是西装革履,现在十分敬业 而于浩明则选择了一身酒红色的复古西装亮相 当天于浩明和杨幂同时现身活动 而被传曾经交往的两个人似乎都有些尴尬 现在蛮困扰的,因为这个事情挺 怎么说呢,就自己还挺尴尬的 真的挺尴尬 新的好朋友联系多,然后平时也会 约出去聊天吃饭这样子 现在这个行出来之后你还会不这样 当然会吧 对,但是可能现在他会比较 就是把所有的精力会放在另一个人身上 管理人说 感谢观看